接下來就講一下VGC 2020是什麼 VGC其實是一個Pokemon的對戰 這裡有寫電競賽事 2020規就是一個規則 有什麼規矩要守 大概翻譯,連結就不特別看 因為整堆都是英文,不特別說 有興趣可以看看 所有東西是1月4日開始 2020VGC 所有精靈都要在加勒爾地區 這個是什麼意思呢? 就是說所有都要在加勒爾山才可以 加勒爾山才可以用 你以前拿出來的就不行 以前那些不行 神獸幻獸以外的所有 加勒爾地區內的精靈階殼使用 這個我不太明白 神獸幻獸外 即是這些神獸和幻獸神獸之外 所有精靈都可以使用 譬如哪些神獸 可能是劍、盾、神和毒龍 所有精靈無論高低都是50等 這個大家都知道 不可以擁有道具 每場對戰有90秒 有7分鐘持有時間 45秒的選招時間 15分鐘的總時間 好 最後是用得的超極巨化獵表 超極巨化獵表 有點有趣 只可以擁有一些容易入手的超極巨來用 例如巴他蝶 鋼海鴉 暴世龜 藏火蟲 喵喵怪 然後比加超 伊貝卡比獸 羅網 以及噴火龍 即是說噴火龍是可以拿上場 但他的特性一定是猛火 不可以用太陽之力 其中這個超極巨的比較厲害 就是卡比獸 因為卡比獸始終他的回收利用都有點強大 而其他就是暴世龜 因為可以放眼釘也是一個不錯的作用 例如一開始放眼釘 火系那些就會扣得多血 而其他我就不太記得 巴他蝶好像是睡眠 火蟲就是燃燒對方 其他沙羅網好像是綁隊 即是有個 類似沙地獄之類 不超極會比較厲害 他的技能會不同 他的技能會有些不同 例如 布世龜開了極巨化之後 那招技 他是水技或是岩石技 就會變成 開完那招技有岩釘 開完招技有岩釘布世龜的特殊技能 而巴他蝶就是用完就會全隊睡覺 我沒有記錯 而卡比獸就是剛剛今天拆過的超極巨卡比獸 他有招技是極巨回收 極巨回收利用 就是可以收一些樹果來吃 而且有攻擊 不過實際如何使用 就要有待考究 到時 沙羅網就沒有怎樣看 噴火龍的超極巨技能就是燃燒狀態 燃燒狀態 燃燒狀態挺厲害的 傷害都還好 挺好的 而Mail Mail的鋼海鴉 我不是很記得 好像是反射一些東西 先看看 鋼海鴉 燃燒狀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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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電力場地 反射長光場 這些效果 其實這招是有用的 用來打的那隻巨魔是一流的 火蟲 都是跟噴火龍一樣 都是一樣技能 巴他蝶就是睡眠 Mail Mail的怪就是放了一個大錢幣 而其中最特別應該是比加超吧 比加超的超極巨化 我們看看他是甚麼技能 因為我自己也不知道 有沒有超極巨化可以看 超極巨化 這裡 這裡有寫 使對方全如麻痺 又很麻痺 和依背性別不同的對手都會進入迷人狀態 對,剛剛說的 暴細龜就是放隱形釘 4-5回合 每回合傷害 最佳 火屬性以外的精靈 4回合內 每回合受到傷害 Mail Mail怪 Mail Mail怪其實也有 並且對手的精靈全圓陷入混亂 咦,那Mail Mail怪有用 Mail Mail怪有用 而卡比獸 這裡有沒有寫 這裡沒有寫卡比獸 我們找到卡比獸 火燒的夢突所以禁止了 那個太陽之力禁止了 因為 因為屈遊戲 嗯 其實都差不多 反而被人知道 你巨甚麼 少了個彈性 不一定要開 只不過你可能有個主力 有個 有個主力的超極巨在這裡 你就未必一定要開 這裡 一般屬性攻擊 就會變成超極巨資源在身 不單止令到對手帶來傷害 而且有機會令我方精靈 食掉的樹果重生 這是雙打技能 雙打技能 到時你看到卡比獸 多數都是這隻 因為卡比獸雙打很常見 所以為什麼 那一定要拆零速 零速 V速都要拆 如果不是零速 就不是很放心地用 不是很放心地用 覺得卡比超極會把其他屬於其他 又可以玩心計 有傷害的回收利用 也對 你可以做的只能夠在他極巨 或者在他詛咒之前就已經 將他剷除 還是怎樣 OK 再看看有沒有人回答 這裡 都沒有了 這些規則都很合理 而超極巨 如我所料 超極巨是有得用的 只不過是限定這些 都可以的 因為有些真的太強 超極巨 譬如長毛巨魔那些 真的太強 用完之後 所有人都好像進入這個 啊 巴他疊是所有人都進入異常狀態 就是那兩隻 如果你雙打 對面兩個都是會中狀態 但是呢 長毛巨魔是直接睡眠 長毛巨魔是直接睡眠的 其他一些我不是很記得 不過這一堆我都覺得很合理 如果 因為這次劍盾 他是打超極巨為主題的話 如果你在VGC沒得玩的話 其實真的有點弱智 反而OK的 這裡十隻 十隻 巴他疊應該會有人用的 巴他疊其實我覺得今集是有得用的 看個人用巴他疊我覺得是OK的 覺得雙打 單打不說 雙打我覺得巴他疊應該OK的 好 那麼 是這麼多 這個VGC 這個VGC就 這個VGC2020規 我們在河島旁邊 那麼多 T